确实激素弹药的危害很大 而且盟友很多都反对 国内也很多反对 为什么美国一亿复刑呢 我想可能跟现在战场局势 还是有关 就是乌克兰的反攻不如预期 那么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就是弹药不够 火力不够 但是美国也好 欧洲也好 它的弹药生产 很大层上已经跟不上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美国必须他认为要提供 激素弹药来增加乌克兰的火力 我想这样的话 显然是一个危险的信号 那么最近一段时间 美国又说要提供瓶油弹 又说要提供激素弹药 这些都是危害性很大的武器 而且是长期性的 我想这样的话 说明核武冲突越来越没有底线 那么各种风险 不确定性都在不断地上升 专家指出 美国为了达到反对俄罗斯的目标 不惜牺牲乌克兰国家 人民安全和利益 这充分揭露出 美国标榜的所谓人权的虚伪 美国在谈人道主义的问题 谈人权问题的时候 都是非常虚伪的 那这一次表现得也非常充分 我们会看到 美国为了达到反俄的目标 已经不择手段 那么美国现在关注的 肯定不是乌克兰平民的安全 不是乌方的利益 而是如何达到 对俄军进行压制的目标 所以对于提供激素弹药 我们会看到乌方的反应 是耐人寻味的 乌克兰方面并不是没有意识到 像柬埔寨方面所提出的 可能会对乌克兰产生的 长期的负面的影响 所以乌方说 在使用激素弹药的时候 要进行这种所谓的负责任的使用 要避免杀伤平民 同时要进行一些记录 可以清除后续的哑弹 但是很显然 乌方认为后续的影响是存在的 那么同样的 从美国提供激素弹药 有可能对乌克兰造成的影响 是乌克兰大量的土地 如果使用了相关的弹药之后 那么未来在很长一段时期 来进行正常的耕种 会受到影响 这对于乌克兰希望 能够实现的战后重建 也会产生更多的负面的前景 请不吝点赞订阅